一般的果乾都是經過加工而生 加工的時候可能會添加了一些糖、多酚、防禦劑或防腐劑等等 所以糖品其實都會較高 在加工的情況下 例如曬、風乾或冷凍 都會導致一些營養素、抗氧化物 甚至乎維他命的流失 例如維他命B、C這些水溶性的維他命都會較容易流失 所以以維他命C的含量為比例 提子乾比起新鮮的提子 一份來計算會少大約四倍的維他命C 本身天然的水果當然是有果糖的 一些無添加的果乾 當然是沒有額外的添加糖在裏面 但任何的糖都不建議進食過量 進食太多的糖可能會導致自肥 還有蛀牙的 更加會增加慢性疾病的風險 例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 糖尿病的人士就不建議進食過多的果乾 因為果乾都是屬於高升糖指數的食物 會影響血糖的運用 由於果乾的體積都較為小 很容易進食過量的 無論是健康的人士或糖尿病的患者 都應該要控制各份量 所以我就會建議 每天進食不會超過兩湯匙的果乾 如果想吃果乾吃得健康一點 可以嘗試加入無糖的乳酪 或者一些烘焙的糕點裡面 可以增加食物的纖維量 除此之外 也可以進食一個新鮮圓形的水果 去吸出更加全面的營養 或者可以進食一些堅果 或者是車廉騎這些都是較健康的選擇 瘋狂瘋狂瘋狂的輸入 瘋狂瘋狂瘋狂的薄狂